表面很成熟 实际上非常幼稚 男孩子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宗 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 我说到哪里 对对对,我的节目就叫 我说到哪里 很高兴跟大家介绍 做事蛮好玩的 可以乱话啦 大家好,我是王伟宗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开直播了,欢迎上中广流行网 以及王伟宗脸书粉丝专页来收看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来man's talk一下 那就是孙鹏 伟宗哥,大家好 我是孙鹏 孙鹏我们合作很多年 因为昨天是母亲节 这个父亲没有母亲讨好 因为都是母亲节的时候 你看孩子都很热络 父亲节是草草过之 可是其实有些父亲是非常辛苦的 孙鹏这几年千里就止 那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跟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这一次熟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说起来也很伤心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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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个爸爸不好当啊 爸爸还要撑住 因为也不会哈拉 他要打官司 等等很辛苦 可是孙鹏有没有改邪归阵 做一个非常棒的趁人君子呢 没有 他跟我哈拉 刚才一路来的时候做捷运 上面好多马子 不要乱讲 你们讲句话 你们讲句话 好多美女 不是马子 好正哦 以前都叫马子 现在改好 很多你刚才你说马子无所谓了 这就是 还是美女 你还年轻 你还会看到这些漂亮女孩子 还会 啊 这自我负荐 自我负荐 真的吗 对 我们还在线上 你这话传出几个敌音知道 哎敌音会扁人的 他会扁人的 对啊他是胡子 什么是胡子 土匪 他是扁人的 你不要这样开玩笑 他真的会扁人的 对但是还好 他现在下手比较轻 哦 没有啦不能再讲他了 在家里他都说我们两个人 再讲他坏话 我们哪有讲过他坏话 我们哪有讲我了 你没有 不是 哎不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你们两个人个性我改一改 不是好坏的问题了 嗯 对孩子付出这么多 然后看了很多事情奔波这么久之后 我到现在 你们回来之后 安卓碰我好几次了 也聊过在节目上聊过天 敌音一直没有看过他 对 所以经过这些事情之后 自己做父母的有什么体会没有 尤其我就是敌音有什么转变 他 他变得比较 不太爱讲话 你有跟他聊过的问题吗 他以前那么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 他现在比较收敛 因为他他比较容易被人家鼓 嗯 譬如说我们这一次去美国办 处理这个事情 很多记者就是问他不会来问 嗯 因为我觉得我在处理事情没什么好回答的 嗯 记者也问不出所以然 嗯 就没事就 一天到晚就问他 嗯 最后我就跟他讨论我说 我们这时候也没什么好讲的嘛 就把事情处理好 要讲回台湾再讲 嗯 所以他后来就听我的话 他难得听你的话是 在美国那段时间 回来就不一样了 不 不过这是一个 怎么讲 夫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孩子出问题 然后两个子共同去解决问题 如果意见不同会吵起来 会啊 我们在美国有 这两个人意见不同 你可能要往东的方法去解决 他可能往西的方法去解决 那这时候就会互相怪 但是我还是跟他讲 我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美国 有很多朋友帮我们 嗯 我说我们不能让人家觉得 我们自己都稳不住 我们自己稳不住 身体不好 或是在制造一些无谓的trouble 谁要来帮我们 最大稳不住的是什么 是情绪吗 还是每天在那边等待 然后突然有个事情 两个就慌 最大的是没有安全感 英文也不会讲 人身地不熟 英文不会讲 其实倒还好 有翻译啦 重点是因为那个司法制度 跟那个国家的状态 我们觉得 人身地不熟嘛 对 不是自己的地方 那一段时间多长 在美国千里就止 那段时间有多长 大概十个多月吧 两百多天 两百 官司最后结束是三百多天嘛 反正这个是两百多天 不止啊 我们回台湾还有一趟 对 是零的 对 到整个家里还四年多 那个在台在美国那两百多天的时候 几乎天天睡不好觉吧 我看那个 画面照的时候还蛮心疼 那个白发 从中间这个旋 就开始慢慢开始白 对 每天应该都是睡一点睡一点 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 因为中间还有跟律师联络嘛 然后美国律师 然后还有台湾这边帮助我们的朋友 嗯 然后 还有最主要就是 因为我们 情绪的问题不是 像 家里没事的状态嘛 因为那时候美国的公权力不是我们可以了解 对 很不了解 对 就是人身体不错 还是老化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他们 他们种族歧视的问题蛮严重 其实啊 每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 我觉得 你没遇到吗 我遇过啊 对不对 我上次听你讲说过马路那个是吗 过马路对啊就两个人错了 那他跟我打招呼 我跟他打招呼 他讲了个庆 我还没听懂 没那么快的快 没有那么快的反应 过了街 我在乡里他叫我庆 哇塞 就是你清朝就是以前 就是那个时代 早期那个淘金时代时候骂的人 叫庆 就是其实在柳越有人讲骂 我回头一看他已经走很远了 还好 不然你就啊 我回来之后 飞踢 没有我回来之后 忍住 我跟我的健身教练讲说 你过来 来 我要把拳击重新 那个心情之闷啊 那种闷 你说那种闷 就是被人家帮 掀了嘴巴子 你还要跟他鞠躬 那这样我跟你比我还算幸福的 我是去救儿子 你是过马路被干掉 年纪又这么大 在台湾又有地位 跑去美国 背个莫名其妙的二六屁弄一下 你这样讲我 我等下广告之前 我的全球就更大 不这是没办法 就是你碰到状况 就这个没办法 就是看你强不强嘛 就国家社会强不强嘛 对 所以那时候那种闷是很难解释的 又失眠 又碰到司法问题 孩子又在里面 这种千丝万缕 基本上 我说你们夫妻两个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说夫妻本是同龄 大难来世怎么办 就是这个情况 不准飞 不是 这个心情是 大家会体会 我就 这会起冲突 这冲突怎么办 谁先要低头 或怎么样 共同的情绪是怎么样 也要解决问题 我的情绪是 因为安卓他状态就那样 就等着回台湾嘛 是时间问题嘛 还有一个不安全感嘛 那我太太的状态是 我尽量安抚她 因为我 知道时间会 你那边住在朋友家还是什么 我到处住 因为在某一个地方住久了 会有恐惧恐慌 所以你们说 住这个Airbnb呢 还是说住饭店呢 朋友家呢 轮流住 譬如说朋友家住两个礼拜 然后饭店住两个礼拜 纽约住两个礼拜 再回宾州住两个礼拜 就是把心情调整一下 否则会疯 会疯掉 尤其是 尤其是这个 律师一直讲说 状况不明啊 或是什么什么的 那那时候因为 我太太心情不是很好 一定的 谁会心情好 她心情 我所谓心情不好是 她起伏不定 她突然那时候 胖了大概快20公斤 我觉得内分泌啊 各方面 心情啊 情绪一定会这样子 对 那甲状腺啊 那我跟她是相反 我瘦了15公斤 对 身体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会胖 有些人会瘦 但基本上就是内分泌 体质各方面 然后等等 身上腺素啊 然后甲状腺啊 都会出问题 对 但是我还是跟她讲 我说事情会过了 我们就像一家人出去旅行 遇到一个重大的车祸 大家都昏迷 嗯 然后进入家户病房 然后出来的时候 一定不只要出来 而且要健康的出院 你那个时候晚上 有没有偷偷撇树 撇啊 毛起来撇 各位 我们俊成他讲撇树 就是哭的意思 撇树 撇树 而且还不能出声音 因为我们那个房间 饭店当然是两个人一间了 住朋友家也是两人一间 一人一张单人床 然后一个小的化妆台 嗯 也不能让朋友听到我的哭声啊 因为大家在帮我嘛 对 你那个时候觉得真的是 万念俱灰哦 就只要孩子出来 一起回台湾 所有事情都解决 我那时候真的是 可以骂脏话吗 现在 等一下 好帅帅帅帅帅帅 没有反正 这音可以罚传 哈哈哈哈 试试看 看那么紧 看那么 你现在可以笑 还是太清楚的 对 什么事情会让你这么愤怒 就就就老外 这个是 就没办法 不过我觉得是态度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按部就班 配合律师的这个过程 只是他们 动不动就说什么 呃呃 检察官去度假啦 嗯 然后什么美国廉假啦 然后律师又度假啦 那 本来安排好的开庭的时间 就随便他们演 随便他们挪 那我们只有挨打的份 对啊 没有人也没有人真的能够帮忙 但重点是还是要 撑在那里要撑住 嗯 那撑住的 你撑住的力量是什么 加 加不能破 对 加不能碎掉 加破就人亡了 那你跟丁英两个人有没有彻底好 谈谈我们情绪怎么去管理的问题 有 谈得起来吗 谈得起来 我说我们如果自己照不住的话 真的这个事情也不用处理了 小孩子也回不来 就算回来 心也回不来 然后我们 我们去看小孩 在小孩面前 也是让大家觉得说 我们大家都很平稳的面对这个事情 嗯 那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到 家里关起门来再说 嗯 要哭回到房间里再哭 嗯 这样的 不过 我 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孙鹏从小到大的个性 这几年变化很大 真的变得非常非常稳定 以前开开玩笑 他基本上 星座也是比较稳定 仍然有进步 不管是读书啊 一些书也读的不好 就中年以后自己很上进 个性的稳定很多 所以破头像的事情真的是 改变很大 那谁说我书读的不好 我个性也不是 我是不爱读书 个性现在又坏了 现在又坏了 本来经过一些事情 人同大难 经过一些事情人会反省 就顾太复萌了 我说你速度的不好 就速度不好 是是是 我个性就是一直不好 你很好 跟你比我烂透了 不是 我是想真的 我是阴沟里的细菌 废物 不要乱讲 用过的卫生纸 不要乱讲 不过我真的觉得你稳定非常多 谢谢 经过这样的事情 谢谢 好 这个千里就此的故事 听众朋友听了会有什么感受 跟一些想法 我们等一下马上回来 不要激动 喝点白木耳 好 补一下 不过 这个心情其实就是 我就是夫妻了 开得了吗 行 我们上飞机就开始哭了 我知道你先听 但是就是污住 也彼此都不让对方听到声音 嗯 然后下了飞机 记者就在等我们 然后就开始 你说那时候是台湾在那边的中文报纸 嗯 从这个我们一出镜 那干海底机场 朋友来接 我们是 那个新网友看到 直接 冲上那个皮卡 好喝 好喝 很舒服 冲上皮卡 然后就直奔冰州 就开始 奇异的旅程 200多天 200多天 但是我觉得 我跟你通过电话 那时候 有 有 但我觉得比较辛苦是回来之后的事情 对啊 借机讲一讲啊 觉得那个心情要怎么样去 当然大家不希望碰到这样的事情 碰到这样的事情 总是一个过程 听听看你的 好喝耶 对啊 不甜 嗯很好 我们新产品 新产品 我一定要 我这个也要 也是我跟你讲的 一定要 到夏天了 他现在是常温 温度再低一点会更好喝 冰前好喝 嗯 调的很好 完全不甜 而且 料很好 珍珠云朵 真会取名字 不是 这是冯荣四号那个 我老婆他们取的名字 因为捐的东西都比较阳刚 这个就是 夏天 开发点产品 你取的话就是 你喝就对了 管他什么东西 我我我我开的话就喝朵云下去 喝朵云下去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老朋友孙鹏 Mans talk 昨天是母亲节 这个我常讲啊 这个父亲比母亲不讨好 我觉得父亲 好像人家都是母亲节快乐 母亲最伟大 那这个 那这个说起父亲的事情 好像父亲扛一些责任啊等等 好就是应该的 所以今天我们请一个我们这个辛苦的老爸 孙鹏来来谈谈 当年孙安佐出事情的时候千里就职的事情 还好还好我没有那么伟大了 其实我觉得 不是说伟大 反正孩子出事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我觉得 其实每一个做父亲的遇到这种事情 都会跟我一样的心情 当然 不管是不管是 远或近 但是重点就是 在那一刻 其实这个事情 让我们一家人感情变得更好 对啊 我觉得男人比较不会把自己心里的酸醋讲出来了 因为男人不比较 你知道吗 就是没有什么闺蜜的话啊 就是自己往肚子里长 哭也要慢慢的自己躲起来哭 也不能让家人看到 要表现坚强 第一次 第一次自己偷哭时间那么长 真的 对 是什么 在去美国什么时候 就是从登机的那一天开始 嗯 在飞机上就 登岸就 登一岸就开始 你会觉得很委屈 就是 也自己也好好工作 低音也好好工作 孩子小时候也教育 给他上最好的教育等等等等 你说孩子坏吗 也不是就是有点自己的个性 闯了个大娄子 白马送到美国好好读书 会万般很委屈的感觉 嗯 我觉得不是委屈 我我觉得应该是那种 天哪怎么会遇到这种事啊 会觉得倒霉吗 我会觉得说 怎么 怎么生离死别的事情我都遇到了 嗯 因为以前我父亲走的时候我是很很难过 嗯 相当难过 可是我没有遇过生离这个事情 你跟你爸感情好不好 非常好 你那么皮小时候 他喜欢啊 但是我不闯祸啊 你在南极厂长大吗 是啊 怎么样 有意见吗 我们家中 我们家中我们家里东门丁的对你们南极厂有骂意见怎么样 很好很好 我们都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 你跟你爸感觉 所以你爸走的时候对你来讲是第一次感觉到这个痛苦的事情 是而且我觉得我那次也伤心了大概快一年 对孙鹏是很重感性的人 对 然后当初那国王汪汪就是三里接回去坐的时候 三个人同时跟我表示他 我们不干 我说你们好好工作 不要跟我这个脾气 你们好好工作 留在那边没关系 就孙鹏说我真不干 就三个人第一个离开国王汪汪就是你 代表你傻瓜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傻瓜 你看你看 你看人家 没有没有 小块人家家户子还做得好好的 哈哈哈哈 那个那个那个我们就不聊这个事了 记住 一起是个屁 懂吗 真的 现 滚一边去 对不起 你完蛋了 你马的真的太好了 这节目 可以随便乱马 别乱什么什么随便乱马 不行 讲回来所以 所以这那个那个感觉就另外一种痛苦 对不对 是生离的 那个我真照不住 因为我 我喜欢旅行嘛 我从小到大 我记得我第一次旅行是退伍 刚退伍 我去日本看我姐姐 嗯 我一个人坐飞机 嗯 好开心啊 坐飞机好爽 空气又正 东西又好吃 自己又是土豹子 第一次出国 你这人生一半都是要看马 这很正 你才活得下去 嗯 好啦继续讲 不要插嘴嘛 是是是 是不是 然后呢 我每一次坐飞机的心情都是很快乐 对 因为我 就很爽 然后可以 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 遇到不同的人 跟新鲜的事 嗯 但是我没想到我这次坐飞机是这种心情 嗯 嗯 哦 了解 对啊 那个那个反差让我觉得说 原来哈 一台飞机上每个人的心情都不一样 你这个讲的好 对啊 有些人真的是去玩的 有些人真的是去处理事情的 有些人生死离别的 对 有的人可能还抱着爸妈的骨灰坛坐飞机回家的 所以以后很多 对啊 很多场合你就不会像年轻啊 或什么时候就大神的狂笑啊 等等等等 这个就会改变了对不对 对 我后来 不要沉下来 沉一点 然后我觉得有两个字很重要 要冷静 冷静 冷静 你最近常跟 你一直跟迪欣讲的一句话冷静 你也跟我讲过这句话 我用个冷静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用 已经接到去学艺里去了吗 有有有 你这个体会很棒 就是说 我觉得你这句是有点推吉吉人 就是你看 我这么难过 这个事情我发生过一次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在荣总 我在那个荣总 很上去我走长廊 我看着台下 那个楼底下 每个人还这样忙碌啊 嘻嘻哈哈 买早点了吗 我心里想说 你们不知道我父亲过世了吗 对 好像我觉得天下跟我同辈一样 没有 不可能 对 所以一个飞机上你就说 这就是个故事 每个人的故事不一样 对 所以后来我才发现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对对 然后真的就是要体会包容 我后来就想到说 可能还有别的家庭 比我们更辛苦 对啊 对啊 这个事情后来的发展 当然到现在 官司全部都结束了 对不对 可是那个时候 安佐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安佐到底会 为什么会 你跟我解释的 他不是个坏海 他就是笨 然后不了解 爱耍帅 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呢 他太单纯了 你觉得 对 因为我们小时候给他 给他的教育是这样的 吃饭 嗯 不能看新闻台 嗯 就是看卡通 或是discovery 或是什么 动物世界 旅游频道 因为我们觉得 我觉得 侵入性的这个 有一些 有一些 他的年纪不适合看的新闻 我怕他会被误导 所以我尽量不让他看一些 比较负面的新闻 好 我们休息一下 他回来再聊 啊 不能讲了 可是 你认为 你认为他很单纯 可是他懂的事情很多 他是回来才懂 他是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我才发现他成长 每个人都有成长 对 但是他付出的代价 我觉得太大了 我不知道啦 会想到现在吗 我觉得 有一点 了解 我觉得他 他还在恢复中啊 因为他的他的同学啊 你看他现在才23岁 还真年轻 对啊 那他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才17岁 转18岁的时候 那时候对啊 才17岁18岁 哎呀 17岁18岁我们在干嘛 我们每天都在快乐 读书 哈哈 然后你就 对不对 女明星每天 我什么 看着你 什么 17岁18岁 读书 我读 我学媒体的人 桌子桌子底下武士刀放 你少乱讲话 胡说八道 我毕竟讲的我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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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李表姨知道 冷静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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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哎 不过分享一下心里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Mans Talks就这样子 真的访问很多的一些男人 成长过程的一些人生一些大事啊等等等等 不经意是真不长一致 让你讲的很棒 我就在飞机里面 这个心情我有过 真的很多很多故事 所以 真的 年轻不懂 就一直笑啊 一直闹 旁边有人背 所以李有病不像哥 不知道人家什么事啊 所以说老人家看你就 哎你们不要不要那么乐 管你屁事啊 就其实人家可能真的有心情 对 你这就是成长 就是 有时候要牺牲要禁语 这有道理的 年轻哪懂啊 哪懂啊 是啊 但我觉得这 我我自己跟自己讲 我因为这个事情啊 嗯 我就平良心讲 坦白说我觉得重生了 我从我变了另外一个孙婆 对啊 我知道你改变很多 我我真的想可能 你你爱 你有一些中节目 爱哈啦哈啦 我都认为不一定 就是 你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 你稳定很多很多 这种事情 我就要我跟你讲 你说你以前不冲动 也会冲动 你要稳定 你以前也没冲到一个什么地步 你就稳定很多 不过我还是喜欢现在的舞 当然 我比较喜欢现在 你也不可能回去了 对 大家好我是王安中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请孙鹏来Man's Talk 谈谈男人心里的话 昨天还是母亲节 其实作为一个父亲来讲 你这个 因为孙安佐的事情 前几年 几乎200多天待在美国 为了官司问题 一直到官司结束 有400多天 都在煎熬的过程 我刚才先官司过去了 要面对安佐长大之后 美国不能去了 以前希望孩子在美国读书 等等等等 美国不能去了 其他的一些事情安排 你跟迪英做父母的 经过这个事情有成长 那当初你说 孙安佐怎么会做这个事情 会被这个美国那方认为 他是网购枪支组合 还呛声要什么扫射 这个学校来讲 你认为他是很单纯 有些人觉得安佐 实在太坏太讨厌了 嗯 怎么会这样子 但你是认为他太单纯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因为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是我 嗯 你觉得他有时候 讲话不知分寸 不知大小 他在家是不会的 就是出国前了 嗯 出国前的他他是 其实他就是乖乖上课 然后放了学就家教 嗯 就这样子生活很单纯 所以他喜欢军火 喜欢当警察 希望以后能够做 很棒的这种刑事警察 或者是判刑事等等 就他的理想嘛 他都申请一个学校 要准备去读刑案 这样的东西 对不对 对他那时候申请到 那个 宾州的天普大学 对的犯罪心理学 他其实就想往这方面 对对对 军警这方面发展 我们那个时候 抱歉打个叉 我们那个时候 已经为了他 因为他一定要有公民身份 嗯 才能去考FBI 嗯 所以在他准备要出国之前 就也就是他高一的时候 嗯 我就已经准备就是要做投资移民 嗯 我们一定要先准备 嗯 然后算过他如果大学毕业 嗯 刚好拿到公民身份 他就可以去考FBI 嗯 嗯 那这个我们都是安排中 嗯 既定的行程 嗯 就没想到美国一个网络这样的事情 是 等等事情 对 人算不如天算 嗯 那时候在荧幕上看到安卓 虽然年轻 那时候才18岁吧 对不对 18岁 去的时候17 对那时候出事的时候他18 17转18 18岁 对 然后他讲话还还蛮沉稳的 不知道装出来还是把这个个性 那时候就会有些网络的人 从荧幕上感觉说 这孩子 妈妈都已经这么辛苦了 他还拽拽的 呵 会有这个状态 感觉上 其实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我知道 就我所知的啦 就是 他是不想让我们担心 在荧幕上要这样表现 对对对 他说他要看 他想看动漫 我真的有寄动漫给他 我在美国大概 呃 每个礼拜 寄六本动漫 到他的看守所给他看 嗯 他那个态度会让比较年长的人觉得说 你已经把父母搞成 累成这个样子 你还要看动漫等等 很多大人会不了解这个状况 所以他就是 他就是听他妈妈的话就讲话很诚实嘛 所以他就跟媒体说 你现在想干嘛 媒体问他 虽然昨天现在最想干嘛 他说我想看动漫 可是他真的想看动漫 但是我觉得大人世界里面 觉得孩子不真不懂事 对 你看父母已经这样会这个状态 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社会里面 走在大马路上 每个人状态都不一样 哦 这是你的体会 所以以后也不要 不要太以面取人 也不要太以相取人 可他真的是有些状态 是 每个人状态都没有人可以了解的 OK 好 但是那么长时间 后来 在这个美国的官司 后来真正出来了之后 你们要感谢谁什么人 朋友呢 还是台湾这方面呢 当然我听说你对媒体 这件事情 在过程之中 你非常 补气 对不对 当然 非常杜烂 OK 可以吗 可以 今天你先念 不是 因为现在吃饭时间 不要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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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气生财 浮如东海 瘦饼南山 年年有今日 碎碎有今朝 停 OK 没有说你对媒体 跟有些你有 当然 你可以表达你的心意 你觉得出事的时候 整个媒体 不管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你认为是真的不公平 对你来讲 呃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想感谢的人 就是朋友方面 就是您啦 韦中哥啦 就是 我没什么帮忙 不是那个那个电话是 其实就是强心争 在那个时候 还有一个我就 军中的一个老大哥 嗯 非常高的一个 官阶的一个大哥 嗯 就是呃 可以讲吗 还是不要讲 我知道啦 不要讲 不要讲 讲了 免得对不对 媒体又来了啊 只能讲你 我真的想感谢 只有你 Only you 好啦 我还想感谢的就是 是在美国帮助我的那群朋友 嗯 那群朋友里面有呢 就是一对呃 也是 刚刚到美国去奋斗的一对年轻人 嗯 一个先生叫Leo 太太叫莎莎 讲起来 你觉得那个最大的力量 还是来自真的懂你们的亲朋好友 当然也有些人看笑话 对不对 当然 什么人都有 就是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你周遭旁边的人 真正是什么样态 嗯 就水降下去 大石头出了楼流 对 然后呢 我也感谢 其实现在回想 这件事情发生我的收获很多 嗯 第一个我现在生活很干净 嗯 不是说我以前生活很肮脏啊 就是我现在生活很轻松 我想看你目前生活亏毛 呵呵 不是那样了 好嘛 是说嗯 我现在生活 简单但有重点 嗯 然后朋友比以前少了大概十分之九 以前可能一百个朋友 现在只有十个朋友 你还会少 因为少到就剩五个 就是一个手掌里面这样子 这才正常 相信我 像你一样 不是 我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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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会理我的 我这德性 又讨厌 还好 越来越不讨厌 反正你就是体会到 所以真正能够帮助的人 可能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对 但是就是会有一些天使出现 对 人家还真的这样 无偿的帮助你 对 而且也让我调整 我真正生活的重心 比如说我从美国回来 我太太 跟我 跟我的家人 我都跟他们分享 我说这件事情经过之后 我们把生活的状态 我会大概怎么样调整 用了很多减法 对不对 对 就真正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 断舍离 让我现在很轻松 你真的变了 断舍离三个字都会讲吗 断舍离很难吗 sorry 我是怎么了 我是 我是不会讲中文吗 你有愤怒 哥哥不敢惹你 我没有 我没有 我爱这块土地 然后你说 好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状态了 就是你真的看清楚一些人性 等等等等 但是也没有什么 人家不帮你的 或者没办法帮你的 你也不恨 对不对 我谢谢他们 因为其实发生一件事情 不要光看表面 要看他发生事情 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之后的结果 对我这个家庭 造成很大的帮助 第一个 我跟我太太 真的变得感情非常好 对对 然后去哪里呢 都希望他陪着我 或我陪着他 好我马上回来 我一定要在节目里夸夸我太太 你一定要的 对 一定要 对 你还是有真个性的 他有 奇女子 可是他现在也是他不太跟圈内以前那些的朋友来往 对了对了对会了一个人一个人到最后跟朋友会越来越少 你相信我 他也是因为安卓这件事情了变得交际跟不需要的这个 没有必要了 对对对 而且说的话玩的东西喝的酒唱的歌都一样啊 对 对 就没劲了 重要是心态了 重要是多点时间 对 陪陪家人 陪陪家人 对 然后把自己 多点时间无聊也无所谓 对 但是不要去 对 无聊有时候也是一件 无聊是能美得 无聊是能美得 你是 讲给我们小慧姐听的吗 我 你现在又在做业绩 我怕谁啊 我 昨天母亲节才过 你少哈拉 你不要 尤其说观众听到就求我 我在乎 你不是广告吗 观众怎么听得到 听得到 当然听得到 你少来听到 真的假的 我不聊你啊 听得到 那我更要讲啊 哇塞 你昨天只帮你妈妈过母亲节 只准备一个蛋糕 小慧姐就站在旁边 那不是那个不是 他不是母亲吗 不是昨天 昨晚 我光看那个照片 我就想你又闯过了 等一下才去我妈那边 你要包个大红包 不要扯 真的 牛排是你自己爱吃 动下小时候应该动的手术 哈哈哈哈 不要刀刀相见 坐好 坐好 规矩点 好对不起 来了 来 我这边的光怎么特别亮 你白呀 你脑门白呀 你脑背不高那么多 你聪明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莫名其妙地夸奖我 我准备 只要一结束 耳机拿下来我就要扁你的 我可以先闪吗 结束前十分钟 跳头 好了 冷静 三 二 一 开始 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访问的朋友没有来 我现在读书记 结束最后 不老实 讲到刚才那个事 就是说 经过这个事 有人真的帮你忙 要真的很感谢 有人呢 可能 这个 会看笑话 但是你也感谢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完之后 你觉得 都感谢 都感谢 对 那我举一个例子啊 这其实就 我后来我也觉得一笑置之 就是 我有个从小到大 在圈内很好的朋友 他们全家移民到宾州的废城 可是他一通电话都没有给我 提都没提这个事 他是怕你跟你打电话之后 不知道怎么 你不知道怎么反应他 或者他很多事情 他觉得你没办法帮忙 会不会 我不晓得 可是我刚才讲 自私是一种美德 有时候 是啊 我只能这样想啊 那后来你有没有跟他哈拉 我没有啊 到现在没哈拉 我当没事啊 对啊 因为 中王基本上是可以 抚远 无远佛界的 真的吗 对啊 还是算了 交朋友吧 你心里面 人没有求啊 就没有 就不会难过 你如果不想这个事情 就要跟你很好 有两种想法嘛 一种想法就是说 他其实可能怕为难 或者怎么样 对啊 另外一个呢 就说 不帮我忙 也不打通电话 不撇个顺风来哈拉一下 那另外一个很可能就是 你就不挡这个 不这个事情不下 不下评论 就让他过去 对 后来我 我有一个感觉 我说 我们在圈子这么久了 我们一直可能把这个 这个 同事变成朋友 兄弟 麻吉的 可是 殊不知 人家到底还是跟你只是同事而已 对啊 这个事情知道 别人没办法智慧了 就到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怕伸手去帮你忙 你像我 我这位老大哥也只能跟他打打电话 够了 可以可以可以 哎呀 这种东西 如果打多了 我们也 也会 受不了 所以我后来不是 请敌音说 你不要再接电话了 嗯 不要再回应了 嗯 然后你跟你的好朋友说 嗯 我们知道有进展 我们会主动 对对对 然后什么时候要回去 会主动告诉他们 请他们放心 嗯 我们一切都很好 这样 讲讲媒体吧 你虽然怪了媒体 可是媒体本身 他就是一定会追这个新闻 可是也不能乱报啊 乱报是媒体的天职啊 不是他 对是他的天职 可是 啊 什么乱报是他的天职 我讲台湾 我们小时候的媒体有这样吗 小时候早过去了 那让那媒体好像躺在 那我们美国的那个床铺底下跟我们一起在办安卓的事 对你最独断的一个新闻是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女的资深媒体人 嗯 我们都认识 在电视场哈拉 对 在 他说孙安卓有六把枪 在电视上讲的 电视上 就直接这样讲啊 在美国说孙安卓有六把 我后来想说 你干脆为什么不说他有六百把 六把算什么 他就是乱讲 你是看到这个新闻 看到了 后来我台湾的律师说 彭哥 安卓这个事情从发生到结束 如果你真的要去提告这些胡说八道的人 大概有两百多项 有媒体 有电视台 有名嘴 有主持人 有节目 他说随便你告 我说 事情过了就算了 但是该讲的时候 我还是要讲 不要伤及无辜啊 这个社会其实不是媒体说了算 有些真相 其实 没有做平衡报道 我觉得 对 不管是被害人或是 法律或是 一般这个自身事外的人 都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情 好 我反过来问你 有没有媒体对你比较公正 友善 也有吧 我记得 如果15家媒体 大概只有一家 有一家 就我们中广 这讲话太恶心了 不可以相信 无辜讲 太虚伪了 老子不相信 不是真的 安卓的校长 有上那个谁 有一个 一个老大哥的节目 他提到安卓 他说 赵尔康不是吧 不是 另外一个 我们老大哥 中文就两个老大哥 一个赵尔康 一个我 还比我们老 老大哥的下一代的老大哥 那个谁 我等一下就想起来了 你现在年纪大了 你名字在这里 叫不出来 对对对 等一下给你机会 好 机会谢谢人家 我怎么样 OK 人家有讲公道话 是 我们现在在哪里 我说到哪里 中广 就是说 你有个老大哥 在中广的时候 有个老大哥 在中广访问的时候 访问他校长 讲出一些比较公正的话 对 他说当年 孙安卓 他们没有让他进国际班 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国际班的名额 很有限 竞争很激烈 那 如果成绩不到 或者没进去 也是合理的 对 但是那个校长意思 我听起来是说 他们的名额 额度应该再多一点 如果这孩子真的想到国际去发展 对 不仅是要语文要好 而且要对当地的一些司法 一些东西 你要注意的 要告诉你 这是很重要 不要老教书 没有尝试 孩子知识一大堆 尝试没有 真的有麻烦 你在骂学校 没有没有 你不要乱喊了 我想真的 我是讲真正的 你看我们那种书 读的没有说多差 常识丰富 因为在江湖 在社会上走过 不要再讲下去了 好了 可以播歌吗 你为什么要播歌 还要问你啊 反正是媒体方面 不过事情都过去了 你说你自己好像重生一样 对 我是 就是说我对人会变得比较 练哈拉 对比较练哈拉 然后比较保持一点距离 但是呢 我觉得这是好的 就是态度让人家觉得 你比较正常 不然人家以为 以前的我很热情 好像有的人会说 你以前很 很希望人家很快 跟你很靠近嘛 是 捐终还做这个状态啊 对 就是很快就希望大家很热络 兄弟我兄弟 对不对 你们演电影脚头也是这样子啊 到时候谁中意气 还把把把把把把 对不对 都是这样子 害的都是自己身边的人啊 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这脚头的戏我们等下再说 OK 所以你现在就是比较 不要不像一下就 马上就是热脸去贴冷屁股 或者热脸就贴 对就是说 呃其实我会观察 观察 这合理的 对就是说 不会像以前那么天真了 所以应该是这样讲 君子不重 这不威嘛 你自己本身 也不是这样子 人必自重 放后人重置 是 要 那你对我 乱哈啦 我 我哪有 我都是真心话 好 马上回来 对啊 你最后改变 真的 不是 叫不起名字 你完蛋了 那天我不是说 在维哥学校门口遇到他 他名嘴啊 常常上那个烧抗战情事 他自己有个网路节目 你上他节目啊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比他还资深的 朱雄 不是 在组织节目 对 唐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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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案 破案 香龙 祥龙格 复旦人 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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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香龙 就就就就就 就唯香龙 我跟你说 复旦拉柔 好好吃啊 就这个 香龙香龙 对对对 很像 很像很像 孙蓬 孙 很像 孙蓬 他是中廣嗎? 不是,他不知道 中廣的觀點有播他的節目 那剪掉吧 對不起中廣 不會,剪不掉了 還好中廣不是三立 不要亂講啦 人家還在說,不要亂講 不要亂講 那剛剛不是我講 不要亂講 真的,每個人不一樣 你絕對不能把自己的觀點看成別人的觀點 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這個問題 太天真了 會用我們的方法 認為人家也是這樣子 太天真了 我這麼中義氣 其實不見得 不見得 碰到事情的時候 也不是人家不中義氣 就人家碰到一些狀況 對方還認為我們是傻子 義氣是什麼 對不對 這個 我認為這個節目會剪嗎 不會剪嗎 聲音是直播嘛 那畫面也不會剪 我們已經播出了現在 這Live What is life 做好 沒有 直播播出了 就這樣子了 我愛三立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歡迎收聽 我說到哪裡了 我們現在訪問老朋友 Man's Talk一下 孫鵬 孫鵬說經過安佐的事情之後 400多天之後 現在人呢 4年多 4年多 已經重申了 重申之後呢 腦袋瓜不清楚了 我剛才講說這是Live節目 你講什麼都會播出 真的嗎 好 你說重申之後呢 真的對人生觀看法也不太一樣 是啊 你會比較冷靜 對 也不會隨便亂發脾氣 是 也不會對人家一些自發張癖啊 一些東西啊 就是過於認為自己是對的 對 對不對 還有什麼 那沒有了 那跟老婆相處 這Live播出我不講 不要講 闖禍 異怒 就冷靜 冷靜 什麼都不講 回答只有單字 沒有啦開玩笑 好那個是 安佐經過這個事情之後那麼多年了 我也訪問了他 那他還可能是 也說還是很自以為是 但年輕人不自以為是呢 也闖不出一些局面來 說實在話 太乖也闖不出一個 那必須有些自己的想法 他現在對這種 這種軍警的 還有憧憬嗎 有 嗯 我有跟他聊 我說你不要因為這個事情喔 改變你的志向 嗯 你可以增加很多志向沒有關係 他現在23歲而已 對23 哎 還有很長的路 算是 我也認為他如果正在去別的國家 不見得到美國去軍警的是可行的 對都可以啊 因為世界很大的 讀刑法的調查什麼的也很好的 對台灣也可以啊 台灣如果說他好好的 對 和警官學校啊 對就是當軍人也很好啊 當警官搞不好有一天會選總統啊 安卓不要選總統 冷靜 對 所以他現在 現在你認為他 做過這麼多事情自己也有些改變嗎 對不對 有有有 然後 他會不會怕開始怕媒體 等等等等 其實他對媒體的態度一直都沒有改變 怎麼樣 就就他想講什麼還是講 可是他當當他不想講的時候 他就一句話都不想講 他之前也是YouTuber啊 對不對 對 然後他他還蠻堅持他自己想做的東西 OK 可是他現在唯一的重點他是比較怕被誤會 嗯 其實他一直在想解釋這個事情 我覺得一個年輕人要把這事情解釋得很清楚很難啦 對 但是你竟然也趁這個機會也講了一下他的狀況是別人沒看到的 那其實可能真的個性可能在某個方面很直或很單純 對 對 他學的還很多 OK 結果這件事情迪音那時候和你們兩個人幾乎四年沒有接工作 是 對 那迪音現在開始準備要接工作了嗎 他 他想 他想演好戲 然後呢 他想 他是會演戲的 對 他想好好的表演 嗯 比如說他以前可能局限於電視機啦 電視啦 或是 或是電影 他現在可能舞台劇好的啊 或是比較好的這個現場的表演他都願意 嗯 因為他還是我們在家還是會看戲 嗯 還是會討論世界各地的戲 還是會養嘛 會會會 對對對 你你現在已經出來拍戲了 其實就拍什麼公式的什麼 演一個慈系院長 慈濟的院長 院院林伯源 是 對 又演角頭還演兄弟 對 這兩個差距很大耶 差距很大 這個其實很過癮 嗯 其實對演員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就是可遇不可求的機會 對一個演這個醫院的院長 嗯 而且是 受日本教育 嗯 然後在這個 民國政府 然後 經歷三個不同政黨的統治 嗯 然後一直到這個民國初年 嗯 就是我們公共電視的牛車來去 剛剛下檔 嗯 然後緊接著就參加角頭的影集的演出 影集了對不對 影集影集 這個影集也會想辦法進入國際的那個 當然當然 對對對 因為他如果規格是影集的話 他就是進入不同的平台 腳頭裡面你還是演那個 清風 哦 真的 沒有 戲裡面沒有這樣講 哈拉什麼 我沒有這樣講 我是心理OS OK 已經開始進入正式的工作了 對對對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拍完 現在在後製 多少集 10到12集 那基本上要看的話 很可能等Netflix通過之後 審核各方面 不審核了 就是品質各方面管制 是國際平台 但是 是不是那不見得 到底是花落誰家我不知道 對 還有這個 可能HBO也有了 或是什麼之類的 迪士尼啊 對 迪士尼頻道啊 迪士尼對 迪士尼plus等等 好 今天我們訪問的Manstalk是孫鵬 我們最後還是要祝福啊 家人好好的在一起 謝謝 是會 也希望你跟迪英還是有很多好戲可以演 是 那安佐呢也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往軍警方發展 我覺得那真是 可能轉一個彎 還是可以對這個社會有很多幫助 是 希望韦中哥遇到他的話 或是他又打電話給你 就勾勾兜兜鼓勵他 好不好 我們軍人子弟啊 真的一指而驕傲 這是常常您講的話 我很多時間花在你們這些人身上 這應該的啊 很值得很值得很值得 你是公共財啊 你是大家的財啊 做廣播的服務啊 對啊 每天就在做這些事情 你不能只服務我們這一代啊 每一代代代要服務下去啊 謝謝各位收看 謝謝各位收聽再見 拜拜